你君子们 你们的荷包要大失血啦 最快6月 每包烟就要调涨20元 立法院财委会周一出审 通过烟酒税法修正草案 每包烟税将从10元左右 提高到30元左右 去年的整体的消费量是 17.1亿包 那我们估算啊 会减少3.4亿包 财政部估算 每包烟品调涨20元 将会减少约20%销量 一样是有可以达到 差不多233亿的这烟捐赠 对 烟税部分每年会增加233亿 用来指定支印长期照护所需 国民健康署统计 台湾目前吸烟人口约350万人 戒烟对身体有百利而无一害 网友说 涨烟价是最有效的方法 最能让吸烟者跳脚 但也有人吐槽说 想抽的还是会买 戒不掉的啦 财经中心台北报导